泰森的伏地挺身的方式是异於常人的 這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位狠人的其中一項原因 所以在看完的當下我就想說 哇!真的有這麼神嗎? 因此這個不來實測一下 實在是說不過去啊 哎呀!好像真的變粗了耶 看一下什麼是宅男的驕傲 Yo 各位! 維系九 一場高達天價24億台幣的全賽 在2024年11月16號 於Netflix中的轉播中完美的落幕了 不曉得有看這場比賽的朋友 對於比賽的結果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但是早在上個月 當我看完這場決鬥的預告片後 神奇的YT演算法 就突然推薦給我了一支影片 而影片的呈現方法 就好像是什麼看起來失傳已久的武林絕學啊 但是仔細看完後了解到 原來他就是在介紹泰森的伏地挺身的方式 是異於常人的 而這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位狠人的其中一項原因 所以呢 這支影片主要就是在強調啊 就是這個泰森式的伏地挺身 它主要有三大好處啊 第一個呢 就是爆發力的提升 第二個 增強心肺功能 第三個 加速熱量的消耗 所以呢 在看完的當下 我就想說 哇 真的有這麼神嗎? 因此呢 這個不來實測一下 實在是說不過去啊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 究竟一個普通人連續做了這個動作30天以後 會對我們的身體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真的可以變成一個狠人嗎? 首先 這是一般的伏地挺身 手掌撐地 雙手與肩同寬 身體呈一直線 此外 手肘與身體的腳腳呈現約為40度角 而泰森的方式 則是雙腳必須緊貼牆面 而在一開始一樣是將身體下壓 而起身後則是將重心往後 並會呈現類似像瑜伽動作中的child pose 此時再立刻的往前下壓 並且不斷的重複循環此動作 而實際體驗過就會發現 由於全程呢 我們的雙腳是必須緊貼於牆面的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呢 我們的大腿以及臀部是持續收縮而且發力的 因此呢 只要一個閃繩而忽略了對下半身的出力 那我們的腳就會很自然的離開了牆面 那這也是這個泰森式伏地挺身 最常見的錯誤動作 可是這個動作所使用的肌群呢 也幾乎包含了我們全身上下主要的大肌群 簡單來說呢 就是一個全身式的訓練動作 OK 所以這次的實測呢 我會針對我的爆發力 還有心肺功能 以及熱量的消耗 來做一個前後的測試比較 這次既然提到了泰森 那爆發力的這個項目用拳頭來測試 再適合不過了 而在這邊呢 我也研究了一下 就是拳擊機 如果你想要打高分 其實有許許多多的怪招可以用啊 那例如說呢 像是身體轉半圈 然後又體重壓進去 或者說呢 用助跑衝刺等等之類的方式 但是呢 畢竟我們這四個測試 還是要一個標準還有依據 所以呢 我就只會用兩種最基本的出拳方式 那就是前手刺拳還有後手直拳 所以呢 我會以這兩種出拳的方式 所得到的分數 來做一個前後的比較 但是這邊呢 也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對於拳擊呢 我是完全沒有學過的 但是再來之前呢 我有看一下拳擊小潘的影片 來餓補一下 要怎麼樣的出拳啊 也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究竟一個普通人出拳的水平 會落在什麼樣的地方呢 OK那次拳和直拳的分數 分別是7826分和8621分 而在我找資料的同時呢 我也發現原來拳擊小潘 還有尼克星 他們也擊打過相同類型的拳擊機台 所以在這邊我也整理了他們的分數 讓大家參考比較一下 究竟我這個普通人 和他們這些有練過的 到底有多少的差距 提到了心肺功能 那最直接的測試方法 就是來跑個3000公尺 就可以知道了 剛好呢 這邊順便進行一個有趣的測試 就是呢 距離我上次跑步 應該也差不多有10年了 就是等於說我10年沒有 來做慢跑這一項的運動 那我相信呢 慢跑這一項運動 應該也是許多有在健身的朋友 最不想做的運動 我想應該也有排名前三啦 所以呢 剛好也可以趁這次的機會來測試一下 就是呢 一個人如果在長期只做肌力訓練 而沒有做有氧的一個條件下 如果突然來跑個3000公尺 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既然要測3000公尺 所以呢 我就找來了國軍體測的評分表 來當作一個參考的依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要60分的話 要跑在18分鐘以內 然後90分的話 則是12分鐘以內 哇 這個Range差距有點大 OK 那就直接跑起來吧 跑出了一個15分36秒的成績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分數大概就是落在72分和75分之間 那我們就算73分好了 跑完以後真的是累的跟狗一樣啊 只能說3000公尺 對於一個10年沒有跑步的人來說 真的是太不友善了 好 好 本來 对了 这边我突然想到 据说这个动作对于我们三角肌的刺激非常的显著 所以我就加码来测试一下 OK 看来周长是落在了35公分 这边的刺激的刺激的刺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在30天的泰森式训练后 现在终于要来验收成果了 但是呢 再度来到这台拳击机面前 我发现那件神奇的事情 那就是呢 上个月来的时候 上面显示的最高分数是9695 可是呢 现在却变成了9559 所以这个机器是会定期重置的吗 嗯 算了 这应该是等我能够破台以后 再来烦恼的事 好的 那就直接开始吧 好 往後 A few minutes later 13分39秒 進步了差不多兩分鐘 分數來到了84分 OK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實測結果啦 不曉得看到這邊的各位有什麼樣的想法 好的那就先來講一下熱量消耗的部分好了 那如果單就數字來看的話大家應該會想說 哇這個動作應該跟熱量的消耗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吧 因為呢我的體重增加了將近快2公斤 但是呢我會說其實和大家想的正好相反 為什麼呢 因為自從開始進行了這項實測訓練以後 我的實量變成了之前的將近1.5倍 相信有看過我第一支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在半年前呢 我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在這段期間 我一直想辦法要讓自己的體重去增加 以及增加自己的肉量 但是呢就是遇到了一個瓶頸 縱使就是這個期間我也是有在運動有在訓練的 可是呢就是我的實量始終沒有辦法去突破 而在開始這項實測訓練後呢 我吃的東西也在不知不覺中越來越多 然後呢讓我的體重來到了人生的一個新的高峰 那對於這樣子呢我是挺滿意的 所以呢這邊就可以給有遇到相同狀況的朋友來當作一個參考 OK那再來是心肺能力的部分啊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當我第一次在測的時候呢 我差不多跑到第5圈的時候 那個疲勞感就整個上來了 然後開始有點喘不過氣 所以在當時呢我就只能迫使自己把速度放慢下來 然後呢在整整跑完15圈以後啊 就是整個人已經呈現一個快要虛脫的狀態 然後覺得真的是快要掛掉了 但是呢一個月以後再測啊 然後啊我是跑到差不多第9圈的時候 就是才有那個疲勞感才上來 但是呢也不至於說啊到非常喘 像第一次一樣喘不過氣 然後在跑完15圈以後 就是會覺得累 但就是並沒有像第一次一樣啊 覺得快要掛掉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我會說啊這項訓練動作對於這個心肺能力的提升啊 我認為其實是蠻有感的 OK最後就是拳擊機的這個部分啊 那這個部分呢我也覺得是蠻有趣的 因為網路上呢也有很多人說 就是如果拳擊機想要得高分啊 打得準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呢大家所看到我第一次測出來的那個分數啊 其實是我在現場已經試了大概5、6次 所打出來的最高分了 也就是說呢在現場不管我怎麼打 就是沒有辦法去突破那個分數 而一個月以後呢當我再次來到拳擊機台面前啊 大家所看到的那個分數呢 則是我用一次就完成的 比較一下兩次出拳的感覺呢 體感上呢在第二次 那不論是在我這個力量的集中度以及發力的這個速度 我都感覺起來是 明顯比第一次好上很多的 然後呢我又看了一下兩次出拳的影片啊 那我發現呢第二次就是看起來出拳似乎是比較快的 那不曉得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希望不是我的錯覺啊 OK那最後這邊呢也來總結一下 就是呢 這個泰森式的伏地挺身啊 我認為呢真的是CP值非常高的一個動作 假如說呢就是你今天沒有時間去健身房 或者是沒有場地做其他的運動 然後呢你又想要就是讓全身上下的肌肉 都可以去動到都可以去訓練到的話 我認為這個動作就非常適合你 好的那今天的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可以按個讚讓我知道 又或者在底下留言 OK那各位宅男我們獨自升級 我們下次見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那你們會不會這樣讓探索啊 好包含嗎